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恆春鎮 那可以看到現在這邊的雨室 是有稍微的趨緩 而公所這邊呢 其實也有提供擺包的沙包 來給民眾來領取 那就有人趁著雨室稍微趨緩的時候 趕緊出門來領沙包 就是要加緊腳步 將防台措施來完善 先來聽稍早居民的訪問 因為門口會淹水啊 所以要拿沙包當水啊 拿了差不多五包吧 就是把那個該收的東西收起來 前面那個門口清理一下這樣子 那不要淹水就好了 那可以聽到之前是有發生過 寄淹水的情形 居民這才嚴加以待 而據了解公所這邊本來是準備了500包 後面又緊急的追加 總共將近1000包的沙包 要來讓民眾領取 而隨著海葵颱風的中心 是越來越接近台灣 雨勢跟風勢都有逐漸的來增強 那海邊其實也有出現長浪 一波接著一波 而且可以看到喔 它的海流速度其實是有逐漸變快的 而海巡單位更是不敢轻忽 時刻保持警戒 只是希望能將災情降到最低 所以